追究责任 为什么新屋保龄球馆活警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死伤 刘信负责人说 这个保龄球馆是二十几年前由股东合资所盖的 它是在2001年接手买下来经营 它没有翻新或者是大整修过 这一二楼是刚够的夹层 它也不知道为什么二楼会不敌火势 竟然就坍塌了 我们来看的是桃源市政府怎么说 它们说新屋保龄球馆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列管到现在 到去年7月为止 这个期间总共击查了35次 而这7年当中的35次 其中还有19次是专案击查 击查的结果全部都是合格的 但是难道击查合格就不违法吗 而且今天出事了 桃源市政府再调出资料来找一找 结果我们发现了有至少三大违规 第一个是土地的违规使用 也就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管制规定 这一处保龄球馆根本就盖在农地上 第二个是建筑违规使用 这栋建筑物的使用执照是游泳池和住宅 并不是保龄球馆 所以违反了建筑法 第三个是营业违规使用也违反了 因为这个二楼根本就没有营业登记 所以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大违建 也就是标准的三违建筑 20号凌晨新屋保龄球馆一场大火 不但夺走六条年轻消防弟兄的宝贵生命 也烧出许多问题 有人质疑是不是消防人员设备过于老旧 才会导致这起悲剧 桃源消防大队长连忙跳出来澄清 其实他的设备都是完整的 包括黄火衣帽鞋空气呼吸器 包括无线电所用的空气瓶 跟我们其他县市所有相对人在用的空气瓶 都是一样的 大队长研判之所以让弟兄伤亡惨重 是因为现场充满毅然材质 以及密闭空间 所以碰上消防员最害怕的天敌爆燃 而消防局长一席话也点出盲点所在 因为消防局在2014年才刚检查完 但询问金发局 发现整个建筑根本是多重违建 保龄球馆不但位于民宅旁边 而且也占用农地 首先就不符合土地使用 在上面的建筑物也一样违反了建造违规 内部的营业登记使用 保龄球馆应该是娱乐业 却登记成休闲运动场所 加上二楼的撞球场 KDB也都违反营业登记 这栋建筑物在民国83年取得建筑制造 那么86年被举报违建 违建的行程 以及为什么当时没有执行拆除 以及违规营业的面积扩大等等 这些问题也要做一个彻底调查 大型的违章建筑物 有涉及人民的财产或安全 那么10天清查完毕以后开始执行 强调会一条边垂直式整合违建问题 因为之前桃园都采用98年修法通过的建管分离原则 但却也造成符合消防法规 却又是大违建的荒谬现况 坦言这是过往横向处理盲点 桃园是否动起来 要避免类似悲剧在发生